是整個早上四個小時的時間 短短兩三句話就講完了 但是那麼沒有講到的東西它不存在嗎 不是 而是它某個部分你覺得還不需要去談它 或者是某個部分你覺得即便去談 別人可能也不一定懂 那病人的心情跟這樣子的狀況有一點點類似 也就是說當一個病人他生命走到了所謂的末期階段的時候 當他的身體已經很虛弱很虛弱的時候 當他心裡面有好多好多就是想要解決但是解決不了 或者是根本沒辦法解決的事情的時候 這個時候說變成是什麼 多餘的 為什麼 所以常常看病人的時候他就是無難三聲 對不對 你再問他說阿伯今天好嗎 阿伯你在害什麼 唉 對不對 阿伯看起來你真的好像很多的心事 他乾脆連害都不要了 這其實就是我們跟病人接觸會常發生的一個狀況 所以在一生的看習裡面或者是在跟病人接觸的過程裡面 怎麼樣去貼近他或者是怎麼樣去讀懂他 變成是我們很重要的一個學習 但是這樣子一個學習卻常常卡住了 那卡住了是什麼 因為我們到底要看細微的還是要看全貌的 我們也一直在那裡掙扎當中 那大家不要著急 因為這樣一聽說的時候大家就會開始 嘿啊嘿啊嘿啊 對 那更何況更多的大家其實不一定實際上有這個經驗 去接觸到所謂的末期病人 那即便如此我們總是做一些的知識上面的累積 或者是做一些自己經驗上面的一個準備也好 然後甚至是做一點點的學習 我所謂的學習就是說生命的議題其實在任何一個時候 我們都是抱持著學習的態度 有時候我們看著病人總過這麼的辛苦 我們會反轉回來去想 萬一或者是如果這樣子的情況被我碰到了 那我又該如何來做一個這個解答 或者是來做一個因應 這些都是我們就是我想很多來上這個課 每一個人的立場每個人的想法都不一樣 但是我覺得大家就可以看看 在這堂課當中或多或少 如果能夠帶給你一點點的想法 或者是一點點的知道 那我覺得這堂課也就是自己往後生命當中 可以放著慢慢的去我們說的去發揮 那個發揮不一定就是一定要怎麼用 而是去體會到原來世界可以有這麼多不同的解讀跟詮釋 好講了這麼久大家開始想睡覺了嗎 有些學員說老師的聲音很催眠 那我還是習慣用這樣的一個方式 所以我們就互相包容好 好這張圖它一看 就是非常的可以展現所謂末期病人他們的一個狀況 與其說末期病人我倒不如說這張圖其實相當能夠去展現一個生病者他的世界 怎麼樣說生病者他的世界呢 今天我們可能我們的日子每天每天走在一樣的軌道上面 所以我早上的時候我可以預想 我今天下午要來這邊聽課 我早上的時候我自己可以安排 我下午我要就是 我中午的時候可能要盡量準時下班 所以不會遲到 我可能會有好多好多的一個安排 那日子也就這樣子在安排當中不斷的前進 所以我們說平平安安順順利利就是這樣 它講的是一個生命 講的是一個生活的方向 它是往前走的 所以當你的日子 當你的人生可以往前走的時候 我們也在這個累積當中不斷的去提升聚集 但是當有一天一個消息進來的時候 那個消息可能是一個插曲 那舉例來講 前陣子的高雄細胞事件 應該說最近的高雄細胞事件 創那之間世界就不一樣了 然後同樣的 對生命者他們的世界也是一樣的 在他醫生告訴他說 這個很遺憾告訴你 檢查的結果是一個惡性的腫瘤 檢查的結果 你罹患了什麼什麼什麼疾病 當醫生這樣子一宣告的時候 他的世界怎麼樣變了 他的世界不再是平整的一塊 在某一個狀況裡面 他的世界變成是斷裂的 斷裂的 那怎麼說是斷裂的 譬如說他的工作 是不是要因為這樣而考慮中斷 即便不中斷 他需不需要暫時的請假 或者是 或者是休息一段時間 或者是他根本 如果他是一個業務的話 他可不可以全心全力的投入在他 衝刺業務上面 不行了 所以他或多或少都會有一點點轉變 對不對 好這在工作上面 在家庭上面 如果他本來是一個照顧別人的人 這個時候他 反而要怎麼樣 被照顧了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他的世界 他的生活的面向 不管哪一個面向 其實都崩潔了 好崩潔之後 日子難道就可以停留在那裡嗎 不會的 因為旁邊太多的聲音會告訴他 他怎麼樣 你一定要加油 你一定要堅強 你一定要勇敢 對不對 你一定可以的 好多好多的聲音 然後 因為現在大家都說 看來看來看來 所以大家都會說 好我一定要往前走 重點是 你告訴我 他往前走 他要走到哪裡 他要走向這邊嗎 他要走向這裡 還是他要走這裡 他往前就掉下去了 你說 那不然 往旁邊 到調調到洛洪羅馬 生命自己會找到一條出路 他說是 我好想找到出路 所以他開始吃生肌飲食 他就跳到這一塊 然後什麼什麼都是生肌飲食 然後旁邊 這邊的人 就告訴他說 要做化了 要有營養嗎 你都吃菜 這樣怎麼會好 對不對 所以他又覺得 對啊 這樣想好像也沒有錯 所以他就想說 那我就再跳到這一塊 跳到這一塊 就幹嘛 提升生心靈 所以就去生心靈 然後就開始那個 然後就有另外一個聲音說 你應該去呼吸自然新鮮的空氣 全部都把自己關在這裡 去做什麼心靈的調整 什麼什麼的 與其這樣 倒不如到自然環境裡面 接受自然的那個 所以他在這裡跳跳跳 跳到最後他自己也累了 然後他根本話 他也可能在這裡做一個思考什麼 我以前到底做錯什麼事 會不會 我以前可能都太晚睡了 所以他現在規定自己九點做睡 然後朋友九點辦法給他的時候 你怎麼這麼早睡 你人生真的沒有事做了嗎 好困難 病人辛苦不辛苦 辛苦 但對我們來講 這一些 對我們來講 平常不會去思考的問題 一旦生病之後 都變成是什麼 問題 所以可以看到他 不管是往哪邊走 對他來講都是一個困難 如果他可以往某一個地方去走 而他這樣子踏下去之後 他就覺得穩定了 他就覺得好了 那大家也就平安了 就覺得說 他得到一個很好的疾病事 但這樣的一個狀況很遺憾的 在病人的身上 他變成是一個宿命 他必須在疾病的變化當中 他不斷的去調整自己 所以他隨著 我們說癌症很好 尤其是癌症對不對 他是不是會 病程上面會有復發轉移 然後接著之後 會走到末期的那個階段 那末期就是多處轉移啊 然後整個身體的症狀都來了 所以在這個過程當中 他其實不斷的在他的世界裡面 在那個已經崩解了的世界裡面 他不斷的在跳著走 要走到哪一塊 他才能夠心裡得到平靜歡視 每個人的狀況都不一樣 那我們來看看這邊 我們這邊 末期當然很多疾病 八大飛也是有末期的狀況 但是我目前手上比較大中的 還是以癌症為主 我想這個概念都是互通的 但是我們可以試著來看看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大家本來覺得世界是公益的 而且在我的掌握之中 那個掌握不一定要好打 不一定說我可以掌握我的命運 我可以掌握我的工作 或者是什麼 至少我每天可以掌握 我接下來要做的事情 我知道我今天要完成什麼 我知道我今天要見到什麼人 或者是我知道我今天幾點鐘的安排 我知道我下個月或者是什麼時候的一個安排 在我的掌握之中這個很重要 一個安定感 每個人都會面對死亡這個議題 尤其現在生死學 在我們的這個坊間 已經是一個險學 好像講生死其實可以帶來好多的人生的思考 所以從生死帶出來的死亡 雖然不可避免每個人都知道我終究會有一死 但是應該離我還很遠 也就是說先放著旁邊 我先把眼前老闆交代的事情先處理完 我先把家裡面老的小的的狀況先處理好 因為這麼大的一個議題 有空的時候 心情安逝的時候 才靜靜的來想 所以死亡不可避免這樣 但是事實上呢 一個生病的病人 或者甚至他的家屬 都看到了 原來身體健康不是我所能掌握的 原來死亡如此靠近 其實就這一次高雄細胞的事件 我們也深刻的看到 原來還真的很多的事事變化 不是我們所能夠掌握的 雖然他不是天天都發生這樣子 這麼動重大的事情 但是在那樣子的事件發生的時候 卻有了一個提醒 提醒我們什麼 提醒這樣子 從這裡跑到這裡 它會不會是一個事實 它是一個事實齁 好所以這當中 從這裡跑到這裡 這兩個是互相勞盾的 這當中就會有一個衝擊了 他的生存信念被粉碎了 我本來是可以掌握的 但是變成我不是我能掌握的 所以當心靈被粉碎的時候 找不到一個立足的點 剛剛有看到那個卡通圖片 他從這邊跳到那邊 不斷的去跳 找不到一個立足點 所以原本設立的目標 我原本預計 明年我要出國 突然之間 我明年可不可以出國 不期 我變成要可能要持續的規則 接受一個治療對不對 好所以被迫立刻的改變 那個被迫改變喔 難不難 好難喔 對不對 我原生 我這個時候喔 這個時候應該不是講故事的時候 可是我還是還真的很想講 我一個病人 他40歲 40歲是事業充斥的時候 也許不是充斥 但至少事業上來講 也是告訴我說 大致可以掌握自己的一個專業性的東西 那我一個病人 他很棒 他很優秀 他很就是 在工作上面靜靜夜夜 他終於在幾千個人當中脫穎而出 得到另外一家公司的一個很好的職務 他還沒有去報告 那個公司挖角他 他還沒有去報告的時候 想說公司要挖角 不是都要交什麼 健康報告 健康檢查嗎 就在健康檢查的時候 突然發現什麼 發現他有鼻炎癌 那鼻炎癌 老實說 一般來講 機率還是要蠻高 但很遺憾的是 當他發現的時候 已經是末期了 你想想看 他的人生大概從20出頭開始奮鬥 奮鬥了十幾年 十幾二十年 終於在40歲的時候 他達到了即將更差一步 就踏到了人生的夢想的那個點了 對不對 人生如果能夠站在夢想的點上面 美不美 超美的 對 我想超美的 我是真的這樣覺得 因為我覺得 每個人設定了一個目標 真的有一天 不管你的夢想是家庭是事業 或者是生活或者是經驗都好 能夠去跨到夢想上的那個感覺 是喜悅的 是快樂的 所以就在他擦那一步的時候 很遺憾 對 他必須要被過中斷 然後他花了一些時間 在他生命剩下三個月的時候 他花了一個半月的時間 在幹嘛 在調整他那個失落 調整那個我差一步 就踏到我的夢想的那個失落 我們會說 剩下三個月的生命這麼寶貴 他竟然花了一個月的十一個半月的時間 但是 大家有感覺到他每一天 他其實對我們來講 只是過一天 對他來講他要過幾天啊 他是過去20年當中 努力的每一個腳步 所以有看到那個心裡面的困難嗎 我們走的一天 對他來講 可能要跨過過去的幾個月的辛苦 對不對 我這樣講可以理解 好 所以到最後他告訴我們說 他放下了 他放下了 然後他不去期待那個 來不及完成的夢想 不然我們還想說 那要不要去那一家公司 借一套衣服 因為他們要穿制服的 要不要借一套衣服 讓他穿著就是乾過 以後來覺得我們怎麼這麼膚淺 你知道嗎 當你覺得好想要幫他 再多做一點的時候 你會發現 跟他真正實質的那個夢想 比起來 我們的想法顯得太淺薄了 我們看不到那個後部 所以我們就趕快怎樣 我們有看到這個部分 趕快閉嘴對不對 好 就讓他帶著我們 讓病人 他的心帶著我們往前走 好 走這走 我們看著他接下來那一個半月 他想要怎麼過對不對 所以他想要好好的愛他太太 他們沒有小孩 他想要好好的愛他的太太 但是他有個遺憾 那個遺憾就是 他因為一直忙工作 他沒有帶 不曾帶他太太出去旅行過 好可惜對不對 可是他太太無怨無悔 他太太說 為了我先生 我覺得那個不重要 我能夠跟他在一起 就是我們最珍貴的 好這個時候呢 他太太想到 他先生年輕的時候 在打拼的那個歲月當中 他覺得他先生 每天每天那麼辛苦 但是年輕的時候 有過一段很舒服的 就是在南部 然後在南部他有好多好朋友 那個還沒有開始工作的時候的朋友 或是當工作的時候的朋友 其實還保持著那種 就是沒有密派關係嘛 所以他好希望在最後 如果可以的話 再帶他先生回到南部去 他們就過著人家說的 老夫老妻那種 我坐在搖椅 坐在搖椅 然後兩個這樣 搖來搖來搖來這樣 他就想要在南部 找這樣一個地方 然後有就近的 就是安寧病房 可以接受安寧居家 他就想也許這樣也就好了 所以他就是在某一天 他就跟他先生討論好了 然後他就說 好那我帶著病必摘藥 我要到南部的醫院去 問問醫生 就不願意收 願意收的話 我就可以怎樣 去完成他們那個 他先生剛開始不願意 因為他太太沒有坐過高鐵耶 他說我太太沒有坐過高鐵 他會擔心啊 那可是對我們來講 坐高鐵其實也蠻容易的 也會坐傑密應該就會坐高鐵嘛 差不多這樣子是比較快 但是他的擔心我們可以同理 那個是一個疼惜 年輕老婆還沒有就是 就是會擔心他沒有辦法獨立出來的人 那老婆為了按這個老公 就這樣拿著病栽去了 那沒有想到就是 就是混亂的當天晚上回來的時候 這個老公呢 他突然就是整個的這個 心跳跟這個呼吸就 你知道末期的病人 其實有時候突然之間 就會有這樣一個狀況 那他因為就是沒有接受所謂的急救 所以我們也能把他擦完 那當他好不回來 從南部的醫院帶著一個消息 那個消息就是那個醫生跟他講說 李先生的狀況已經不順很好了 即便轉到南部來 恐怕也沒辦法完成你那個 坐在搖嶺上面的想像 大概也只能在病房 那與其在南部 這樣子搭電手張轉到南部 倒不如就在北部的病房 就不要去動 更何況就是相關的病例都在這邊 好 所以他在嘆息裡面還想著 怎麼樣去告訴他老公說 那我們這個不要再繼續往前走的時候 回來看到他老公是怎樣 喘 很辛苦的去喘 這是我們不預期的 我們如果知道他先生會有這樣子的變化 會不會讓他老婆早上離開 不會 不會 對 好在這樣一個情況下 老婆一回來看到怎麼 來不及怎樣 道別 來不及跟他先生說好多好多 他第一次坐高鐵 第一次自己幫先生去做這樣的一個事情的時候 他先生竟然進入了遺留的這個狀況了 情而以堪 所以他一直一直哭一直哭 他晚上因為我晚上沒有值班 所以我沒有看到 但是隔天早上來的時候 我看到了這樣一個就是 避崗智慧 我看到這樣一個狀況 心裡痛不痛 非常的痛 對 覺得怎麼事情會是這樣的一個變化 所以我們去陪伴他 然後在陪伴的那個過程當中 其實對他來講是很混亂的 然後他講了一句話 他說我急著趕回來 就是心裡面還想著我要怎麼告訴他 經過沒有想到我回來看到的是一個 已經就是要離開的人這樣子 他不能夠接受 他說我甚至連買個禮物給他 他喜歡就是南部的小吃 他說我甚至連就是買個小吃 停下來買個小吃的時間 我都不敢擔任這樣子 我聽到了他有一些遺憾 那個遺憾的這個過程當中 他在續說的什麼 他在續說了 他們有太多太多來不及完成 都擦身而過的 所以在那個過程當中 我決定 我告訴我 我心裡面想說 我在這個時候 我已經能夠幫他的是什麼 我能夠幫忙他 如果他昨天的 就是昨天去為他先做的事情 可以有一點點迷糊的話 可不可以減輕他心裡面一個遺憾 所以我就說 啊不然我們空中花園 看有沒有什麼樣的東西 花還是什麼的 然後我們去拿來 送給你先生 幫助你從南部 帶回來給他的禮物好不好 他心裡面覺得 好像還不錯 然後就去我們空中花園了 那你們大概沒有採觀過 我們的空中花園 有採觀過你們就知道 裡面沒有一朵花 因為我們在五樓的陽台上面 太陽很大 所以其實有就是開一點點 規訓的一款 不是可以一朵一朵 現在有了 現在有好心人士 就是送了我們一整排的那個 玫瑰還是薔薇 然後他有開 可是那個時候沒有 所以他找來找去 好像送草也不對 後來他找到了一顆石頭 就是我們鋪的那個石頭 然後那個石頭 圓圓的有一點點削角 然後他就 對 他就說 我本來就看到說 因為每個人看的角度不一樣 我就說這個石頭好像也沒有特別的 可是他一看到他就說 就是這一顆 因為很像一顆心 對 然後他就把那顆石頭洗一洗 然後拿回去 他先生已經迷流 就潰嘆式的呼吸了 然後他那時候就拿給他先生 然後就握著他先生的手 在這個時候 他們才開始什麼 道別跟道安 他跟他先生說 他從南部回來 然後沒想到 就是如果知道他現在會這樣 他說昨天絕對不會離開他 但是就是 他回來 用到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 然後他很遺憾 也沒有帶他 帶什麼禮物給他 所以他去花園找了一個石頭 他說這顆石頭很像一顆心 然後這個心代表的是什麼 他跟他先生說 代表的是我們堅定不移的愛情 在那個時候 他跟他先生道出了 其實他們一直以來 彼此之間的情感 是那麼的真實 不用講了 我們也都知道 他們彼此也知道 可是在那個最後的時刻 當他這樣子講的時候 那個話語當中 還帶了一點點的祝福 祝福他先生 就是把他所有的 把他的心情 把他的愛給了他先生 所以 所以有了道別之後 有了道愛之後 然後 對於先生的一個離開 雖然是不捨 雖然是心痛 但是 似乎有那麼一點點的 時刻裡面 是可以去 去找到一個 一個點 一個 不害羞喔 去找到一個點喔 那個 是不是 電磁不小心掉了 不好意思 好像是電磁 對我 不知道 要在哪 然後在中一個 再中一個